实际上是一个 它也是根据飞船返回的一个速度 山海跟踪结束 山海跟踪结束 实际飞行的这个过程 进行不断的一个修正 对 青山发现目标 青山发现目标 青山我是北京 双步完成后报告 青山明白 这已经应该飞到 回收1号发现目标 青山双步完成 青山双步完成 看到目标了 长城报告 回收主开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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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意味着我们的回收程序 回收1号双步完成 回收的设备已经开机了 北京回收主开关通指令发出 回收主开关 首先是我们飞船自己会发送 航天员也会进行 补发这个关键指令 我听到已经听到谁 这说明已经出了废障了 对 接下来关键的一步 就是要开散了 对的 现在高度应该是20多公分 人州14号 我是北京 请通报身体感觉情况 北京明白 在黑夜里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看 来定位这个返回舱 主要是一些红外的光学的设备 北京明白 包括我们看到整个我们有一个测控链的一个接力 各个站都有红外的一些光学设备进行接力的跟踪 另外就是雷达设备同步也都转回舱前 因为往下走了 作为这个光学设备跟踪的一个引导 回舱两号跟踪正常 对于航天员来说下降的过程当中 什么时候是身体压力会比较大的 身体压力比较大 那接下来开散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过载会比较大 也会有一些过载 大概两个季左右 但是开散的过程主要是对航天员的一个冲击 包括散的一个晃动 返回舱的一个晃动 对航天员是有些影响的 报告完畢 北京明白 雄鹰在不停地报告 过后注意 雄鹰收到243信号 对 这是收到了243的信标机的一个信号 对 这个信标机呢 一是有这个信标的功能 另外呢 它还有话音通信的功能 在一些情况下 哎呀 时空里头 长城报告 长城是 时空里头 常常是飞转系统的总体岗位 它会负责判逾飞转的状态 现在已经 好 您到三已经 开散了 北京明白 对 轮到三 在这减速三 您打开 减速三 24平米左右 直径大概5.6 它工作大概19秒以后 然后逐三再打开 对的 逐三那就大了 1200平 三个来 对 1200平 对 好 逐三打开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对 意味着我们回收任务 回收两号 完成一个关键节点 这应该也是主伞 回收两号 跟踪正常 直径大概30米的一个主伞 大家可以看 包括伞绳 46米 看它在冒白烟 这个是 无水警的推进剂的一个释放 长城报告 六公里通 为什么要把无水警排掉 六公里通 无水警是 八台这个自轨控发动机的 它们的燃料 各号注意 因为落地以后 无水警本身是 下面通报返回舱 所以要再回 这个黑的过程度 把它排放掉 这样确保 发生没舱 落地以后 航天人出舱 相关的安全 东京 腰动动度 动五分 腰三秒 落点纬度 北北 四腰度 三九分 动拐秒 这也是第三次的 落点预报 这次相对的标志 北京 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 熊鹰 开散以后迅速的 就给出了第三次落点预报 对 从这个落点预报的 这个情况一看 这次应该返回 还是落得比较准 北京明白 现在这个图像 抛防热大底了 大概现在的高度 是五公里左右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防热大底已抛 对 东风 为什么要抛 抛掉这个防热大底 防热大底是开什么用场的 抛掉防热大底的主要目的 就是在着陆的时候 我们还有反推发动机 进行点火 它是在防热大底下面的 防热大底供应思议 它的主要目的是 在反应过程中 它来消耗大量的热量 它主要用防热来 防热用的 现在把它抛掉 就意味着我们的飞船的下降的温度 飞船的舱体的温度 已经逐步开始下降了 没有那么高的温度了 这个降落伞是黄天元的生命保护伞 对 它的伞绳也很特别 除了这个伞的材料比较特别 伞绳也很特别 就是几根伞绳 很细 只有2.5毫米 与我们的鞋带还要细 但是它却非常结实 一根伞绳可以承受300公斤的重量 返回这个伞 总共有96根伞绳 所以可以说是 这个返回舱呢 我们是三吨 96根伞绳承担三吨的重量 可以说举重若轻 安全无误 从这个图像上看 这次的字带还是比较稳 空中分队向搬舱收拢飞行 空中分队已经收拢飞行 防热大底一抛 空中分队就可以收拢飞行 是的 返回前方的机枪 对 作业提升指令已经发出了 可以说是陕西卷键 今天风也是比较小的 嗯 可以说是陕西卷键 听到三个航天员他们在交流 对 说明状态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要分布开伞 因为一次性的一次性开伞的话 它的过载会很大 它第一会对咱们的这个伞的冲击 会对伞本身都有个大的冲击 另外呢对航天员的冲击会比较大 所以说现在我们会分布开伞 包括有减速伞 有阻伞 阻伞的展开也是分布的 是吧 先是收口 对 然后再逐步的展开 使得这个速度的 降低会有一个逐步的过程 继续看到有白烟冒出 对 这还是释放这个无水井的推进机 对 推进机才放 这个推进机是用于自控发动机的 对 工作的 载入的时候要靠它来进行胜利的一个控制 降落伞很大很美丽 但同时也非常的扛燥 对的 非常的结实 1200平米 相当于三个篮球场的大小 而且叠伞也是非常有讲究 每次叠伞的时候 旷天员都会去 是这样 现在至今还保持着这样的一个传统 航天员为什么要去看叠伞呢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咱们现在的航天员 不管是第一批的九名航天员 第二批的七名航天员 跟踪正常 它都是飞行员出身 飞行员本身自己就有包伞的一个习惯 所以叠伞的这个过程 他们自己都会去看 第二个呢 整个去研制部门 去看叠伞这样一个过程 也可以跟他们做一个现场的一个交流 了解散的一个工作的机理 原理进一步的掌握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就是也就是有利于质量控制 因为这个包伞这个过程 在是一个关键不可测的一个项目 必须一次成功 所以它本身航天员过去看包伞的过程 本身也是一个质量的监督和把关 有利于提高包伞的质量 确保我们任务的一个成功 我们现在看到右边的这个画面上 就是地面分队的镜头 车辆已经启动了 对 刚刚我们前方记者 车辆车 指挥车 是从理论落点20公里以外 现在向落点开进 这个降落伞虽然面积很大 但是它叠起来只有200升 而且重量也只有90多公斤 对 所以它的材料很特别 对 它是一种特殊的纺织材料 叫锦丝绸 这种材料薄如蝉影 却非常结实 三千米 郝总刚才说的很对 包括飞船系统也把这个包伞过程 设置一个强制坚定点 保重它的质量受控 我好像听到航天员在说三千米 神舟飞船用什么办法来确定自身的高度 飞船呢 首先在轨道比较高的时候 它有GPS的进行一个自己的一个定位 之后呢 它飞船自己还有陀螺 还有高筋加计的一个贯导的一个计算 另外 着陆前呢 还有个杆木表 还有一个杆木表测距 一会儿着陆前 它会杆木表会点火 也会进行一个测距 判断自己的多高 航天在舱内呢 会看到这个十米高度 会一个灯会亮起 代表已经到十米了 这个时候航天员会做着陆的一个抗冲击的一个准备 刚刚听到神舟飞船里边有提示音 着陆准备 对 这是提醒航天员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 对 这是提醒航天员马上要着陆了 航天员自己呢 会有一个 一个是系列上的准备 一个是身体上的准备 准备到一个抗冲击的一个姿势 另外呢还要对后续的操作进行一个准备 过滴之后要一个切竹上的一个动作 应该已经是落地了 那切竹伞的话一般是由谁来完成的 一般来讲是由02号航天员 也是咱们的刘洋 对上一次是王亚平啊 三号航天员也有这个切竹上的能力 我们在02航天的右侧右舱密单元 和03航天的左侧在开关指令板 都设计了这个切竹上的这条途律 两名航天员可以根据当时的升级状态 进行一个操作 航天员在太空当中的时候 是7点几公里每秒的速度 然后在落地之前 要降到只有两米每秒左右 怎么降下来 咱们在返回过程的减速 应该是有四次减速 第一次在轨返分离后 我们会有一个制动发动机的开机 进行一个初步的减速 减速之后进行降轨 第二次减速是我们载入大气层 通过大气的一个摩擦 进行一个减速 第三次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开散 进行一次减速 最后一次是在落地前 一米我们会有个反推发动机的一个点火 会把飞行速度进一步的进行一个降低 四个反推发动机 对 对的 最后那一下能够把速度降到 从八米每秒 大概降到两米每秒 对 这样 那是个比较小的一个冲击了 而且座椅也能够有一个调整 也能够起到缓冲的作用 自动提升 对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 对 刚才我们听到了航天员也抱了一个座椅提升完成 已经完成了座椅提升的准备 航天员自己需要做一个 在着陆的过程当中 航天员自己也需要做一个特别的姿势吗 对 他会把这个 他有一个复兴电 他会把这个身体跟这个复兴电贴得更紧一些 准备这个背部 进行一个抗冲击的一个准备 对于航天员 对于神舟飞船来说 在回家的路上其实是要突破三高 首先一个就是高度 要从四百多公里 大约四百公里这样的一个高度 对 回到地面上 对 然后一个就是高速 对 七点几公里每秒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要最后降到只有两米每秒左右 对 还有一个就是高温 对 要经历一千多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 第三分钟结束 第三分钟结束 另外整个返回也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飞行动作 对的 所以是四高 对 总觉得很好 地面分堆有哪一些特种车辆 地面分堆的特种车辆呢 目前是有九辆 包括一辆的搜索引导车 主要是用于车队的一个引导 还有一个指挥车 是地面分队的一个相当于 回收一号 跟踪结束 还有一个综合通信车 还有三辆航天员的一间一救的车 以及这个用于返回舱的叼车 包括返回舱的叼装啊运输都是返回舱叼车 还有一个工程运输车 主要是返回舱 包括那个出舱的操作平台 马上就要落了 对 马上就要着陆了 马上落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看到 反对三辆机马上要工作 对 回收两号 分钟结束 成功工作 对 刚刚看到那一下 对 这个时候应该要切除散 小音报告 他是有个刚刚高度地 在1.2米距离地面1.2米的时候 然后反推 更好注意 我是北京 下面通报返回舱 第四次落点预报 落点京度 东京 腰洞洞度 洞三分 两两秒 东京 腰洞洞度 洞三分 两两秒 落点尾度 北尾 四腰度 三九分 一四秒 北尾 四腰度 三九分 一四秒 北京 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 雄鹰 目前看 反推舱的 东京 腰洞度 姿态 应该是 两两秒 落点尾度 我看不太清楚 没有了 绿风 四压度 三九分